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1.5 1.5的部分就是这个科学的探究过程 这个其实他小学的时候都已经有接触过了 我有看过小学的都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做实验 要记录的部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科学探究了 OK,所以举一个例子 我们科学探究是怎样的一个活动呢 之前其实有提过吗?没有 OK,所以这个呢 他其实呢,科学探究呢 举一个例子呢 以前呢,很久很久以前呢 大家都在那里想 为什么我们的食物放在这个做纸上了之后呢 好像过了一阵子呢 他就会变酸啊,变臭变坏的 所以变成了他们在那里想说 到底是什么原因 造成这个肉汤 这一边是用这个肉汤 肉汤变质 所以他们在想其实是什么原因 当然过后呢 他们发现到了 原来我们的周围啊 都有这个细菌的哇 我们的周围都有细菌 他们在 才开始在那里想 会不会是这个细菌造成 所以当然我们 也理解了这个细菌呢 的一些 习惯啊 或者是他的这个 什么时候会存在 什么时候会被杀死啊 过后呢 我们在 过后呢 他们科学家呢 就在那里想 会不会是这个细菌在搞怪 OK 所以呢 他们就进行了一系列 这样子的一个 科学探究 所以第一个呢 他要探究的问题呢 是这个肉汤啊 到底是不是因为细菌造成的 然后呢 肉汤变质 是不是因为细菌造成的 然后呢 这个细菌呢 是从哪里来的 OK 所以其实以前呢 会有一种讲法 叫做自然发生 就是说这个肉啊 放久了之后呢 自己会生虫啊 以前那个时候呢 当然科学还不是很进步的时候呢 他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讲法叫做 辅肉生 生营 那个营的意思 就是虫的意思 就是辅 肉腐烂了 自己就会生虫 就是这个 讲法好像很奇怪 事实上呢 过后我们才知道说 原来这些虫啊 是 是苍蝇的小 baby来的 所以这些虫啊 就是 有 叫蛆啊 就是那个虫啊 其实就是这个 苍蝇的 苍蝇的孩子 苍蝇的孩子来的 OK 所以其实就是因为 苍蝇很多去 在上面的生了蛋啊 你才会发现到 为什么会有虫 所以这个虫不是 无端端来的 所以包括了 这个肉汤里面的肉 虽然它没有生虫 但是它会这个 会变质呢 可能是因为这个细菌 所以这个细菌是从哪里来呢 因为它们在很小颗 会在空气中呢 自己 自己在那里飘来跑去 所以呢 相信呢 就是这个空气那边 就是飘的时候呢 複蚤在上面呢 它就 它就在那里繁殖了 OK 所以呢 就相信说这个细菌呢 是从空气来的 那我们要怎样证明啊 我们空气有细菌呢 所以呢 它就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实验了 OK 首先你们要认识一下 什么是变数 变数是有分三种啦 一个是固定性变数 一个是操纵性变数 还有一个是叫反应性变数 就小学好像有 有接触过了 不过只是 只是很多学生说 老师我不是很会 不是很理解 所以我们初中呢 会再解释 然后呢 再进行很多的实验 来告诉大家说 什么样的情形呢 操纵性变数要是什么 这样子 OK 所以比如说这个情形呢 它可能就是想要说 要比较说 哪一个情形会有细菌 哪一个情形是没有细菌的 OK 所以呢 它用了两种不同的圆 圆底烧瓶 一个呢 你可以看到了 它是这样子的 尖嘴的 看到吗 尖嘴 转一个弯这样子 另外一个呢 就是开着口的 所以呢 它比较这两种 为什么还要用这种弯一弯的呢 因为它认为说 这个空气 虽然它是从空气来 但是呢 它不可以 不可能说 它飘进来了之后呢 又再往上 就是经过这样子的 一个长长的一个 而且风又吹不上去 对不对 因为这么 转一个弯 然后呢 进去 整个来讲呢 风没有办法 再让它吹上去的 所以 看起来呢 就是说它用这样子一个设计 让它这个细菌呢 没有办法进去 就是只是停留在外面而已 OK 所以呢 它的操纵性变数呢 一定是说 两个实验组的差别在哪里 操纵性变数 就是两个实验组的差别 到底在哪里 那固定性变数呢 就是说 你们 你的 有可能会影响 这个实验 所以 这个变数呢 你必须要固定 打个比方 像这个情形 你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肉汤的量 如果多的话 它可能会比较容易 变质 有可能 或者是温度 这边没有提到 可能温度 其实也会影响 对不对 我们一般来讲 因为细菌 温度比较高的话呢 它可能会繁殖 会比较快 所以温度 可能也可以放在 这个固定性变数 这一边 那这个反应性变数呢 你怎样说 怎样的情形呢 你就可以断定说 这个 这个是会有细菌的 这个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所谓的反应性变数 你怎样判断 OK 怎样判断 这两组的实验组 哪一个是成功了 哪一个是不成功了 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 OK 所以呢 固定性变数 操纵性变数 跟反应性变数呢 同学们 你们必须要懂得 怎样分辨 OK 所以这一边呢 只是给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实验 我们往后呢 会有很多的 不同种的实验 然后呢 你必须要自己 可以写得出来 这个情形 操纵性变数是什么 固定性变数是什么 反应性变数又会是什么 OK 好 所以这一题 这个呢 我们就讲完了 就是两个实验组嘛 所以他的开口会不一样 一个是弯嘴的 一个是开口的 一个是普通的 这样子开口 另外一个是弯嘴 然后呢 变质的 肉汤变质的时间 所以如果说 这个很快的变质了 这个可能很久很久 都还没有变质 或者是 一个时间 就是你可能就算一算 两个小时后 拿一个变质 也可以 也可以 OK 所以提出假设 首先呢 你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设计之后呢 你先会有一个猜想 一般来讲 我们就觉得说 以我们的理解 OK 以我们的理解 这个细菌应该是空气那边来 如果用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弯嘴的一个设计的话呢 细菌就没有办法进去 所以呢 你第一个猜想呢 就是说 应该是肉汤煮熟 首先你的肉汤先煮熟了 细菌呢 是就会被杀死了 原本在里面的细菌呢 就死光了 OK 第一个猜想可能是说 哦 可能时间久了之后呢 它自己就会产生细菌 另外一个的猜想呢 就是说 细菌其实是从外面的空气又再进回来繁殖 所以呢 它这一边呢 有两种猜想 OK 不过一般来 当然这个一个猜 第一个猜想跟第二个猜想 其实是对立的 其实是对立的 当然 有一些情 因为假设来讲 可以是错的嘛 所以你也不需要说 把所有的情况都列完出来 所以有时候 假设我们只要设一个就 也是足够了 然后 设计 这个设计探究的方法 这一边呢 它其实就是在一次的提 解释这个所谓的开口不一样是怎样的不一样 所以两个对照组呢 一个是放了两个都放了肉汤 同样的量 同样的肉 因为有时候可能这个肉比较容易腐烂 另外一个肉比较不容易 所以你一个放猪肉 一个放鸡肉的话 可能又会影响结果 所以要同样种的肉 同样的量的汤 等等的 这些固定的条件 然后呢 再解释 它的不一样在哪里 它不一样在 一个是开口的 空气中的细菌呢 就可以容易进去 另外一个呢 是趋紧的 就是颈向的弯弯的 这样子弯弯的 OK 外来的细菌呢 就不容易进去了 所以选择的仪器呢 有两个圆底烧瓶 其实还有一些肉汤啊 然后呢 进行活动的时候呢 把肉汤分别的 放在了圆底烧瓶 跟一个的是开口的烧瓶 两个圆底烧瓶 一个是开口的 另外一个是趋紧的 OK 然后呢 进行观察 进行观察 然后量 组费过后呢 放置几天 然后呢 收集 收集数据 看 这个收集数据呢 一般是那个 反应性变数的数据 所以呢 在这边呢 它是想说 哦 趋紧的 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才会变质 然后呢 你怎样判断它变质呢 它就拿了一些肉汤出来 然后呢 通过这个 解围镜观察 然后 看一下它有没有细菌 OK 所以呢 它需要很长的时间 它才会变质 一直拿一点出来 都发现到 好像都没有那个细菌的 OK 所以呢 开口那个呢 很快的就有细菌了 所以呢 进行的数据分析呢 应该呢 这个细菌呢 是从外面呢 重新进入 然后呢 重新翻译 OK 所以最后 做出结论 变质的肉汤呢 这细菌呢 是从外面来的 肉汤本身呢 不会产生细菌 这个实验结果呢 是有 是非常非常的 是对我们来讲呢 其实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以前呢 我们一直觉得说 哎呀 这个东西放了久了之后呢 就会变坏 所以就会觉得说 很多时候呢 保存期都没有办法 保存的太久 所以过后呢 才发现到 原来主手了 其实细菌呢 已经死了七七八八了 可能是剩下了 很少很少很少的量 所以过后呢 你只需要说 低温的处理 或者是 密封它 其实外面的细菌 没有办法进来的话呢 你还是可以保存的很久 所以今天呢 我们有很多 这样子的一个食品 对不对 真空包装 放进冰箱里面呢 哇 可能的 挨个 挨个几个月 都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今天的这个 我们对细菌的了解了之后呢 我们才会有很多 这样子的一个方便人类的方法 所以MCO的期间 我们大家很多人待在家的 都不懂要煮什么呢 哇 我上网找到很多呢 是是怎样呢 就把食物的煮好了之后呢 他放在放在一个 他修好了在那个 在一个带子里面 那个带子其实是金属袋 属于金属袋 然后呢 你收藏的时候呢 就放在冰箱 当然 你也不要放太久了 就是一个月内呢 你就差不多 你饿了的时候呢 你就拿出来加热 因为它是金属袋 不是plastic袋 所以你直接的 把整个丢进去 滚 煮水那里 煮水那里 融化它 然后呢 加热它 然后呢 剪开来 出来 就是 很好 有些食物啊 我们需要prepare 很多的那种配料 尤其 尤其我们的 很多那种香料的东西啊 像什么肉骨茶啦 肉骨茶现在有那个汤包 还比较方便 其他的 很多不同的 有一些食物呢 需要很多 像人当啊 哇 真的很需要prepare 很多的材料 不过它用这样子 一个方式的之后呢 哇 非常方便 这样子加热了之后 就可以吃 OK 所以包括了 现在还有很多什么 真空包装啦 罐头啦 这些都是我们 用对细菌的了解过后呢 有很多的方法 可以把那个食物呢 保存的更加的久 更加的方便啊 大家啊 不会煮东西的人 随便打哪一个袋子 拿去加热了之后呢 就剪开来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啊 对 肉汤 肉汤里面的细菌啊 的研究呢 我们延伸了很多这样子的一个食品 保存的一些技术 OK So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看一下 我们周遭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像什么 什么鸡汤啊 这个我们稍微的跳过了 这个只是给你practice一下 鸡汤变质了 你又遇到什么问题啦 可以涉及什么样的变数啦 来进行一些 怎样的一个实验 所以这个是你们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自己去做一下 OK